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的海警船突然出现在北冰洋 美国海岸警队28号 HC130G巡逻机在阿拉斯加圣劳伦斯岛西南440英里处白令海以内 发现两艘中国海警舰艇和两艘俄罗斯边缘防艇舰艇 中国海警首次在北冰洋巡航 以前我们在南海经常见的 现在我们在北冰洋巡航 05万吨大区去过 现在我们的海警船也去了 你看海军开路 随后我们的海警就到 执法完成首次巡航北冰洋 同时和美国的海空力量也是在海面上首次对峙 美国是在这个区域是没有能力的 所以它派了直升机或者飞机 它在海上力量它不行 它海上力量主要集中在意道链 如果再加上中国空中联合编队 红6K上次的军演巡航 实现了海空一体自由航行 未来可能就是航母要去 也不排除未来航母要在这 这一次让美军现在是非常尴尬 也非常紧张 你看现在国际局势 哈姆内伊伊朗这块 已经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了 中东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那这个时候美国人 他明确要强烈制裁伊朗 但是他非常清楚 这个决定权是在伊朗 以色列手里不在自己手里 他现在这个心已经提到嗓声了 最尴尬的就是明明双航母坐镇中东 居然给他人做了驾驭伤 看到了 这就是怂啊 但是如果保护不了以色列 他美军将军连这个 连人的也丢了 连官职也丢了 以色列是吧 所以如果现在美军全面就入中东战事 那中国这边还打不打 不能打了 那么现在他又出不了兵去乌克兰 也出兵不了中东 也打不赢中国 现在看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零 他现在就是想把精力留在给中国 就是等待时机嘛 对吧 所以问题来了 那中国在这儿突然间出兵这个北冰洋 这个让美国人这把这嗓子眼不够用了 就在美国点眼皮子底下 叫梅山舰和秀山舰 我们两艘舰嘛 堂堂正正的去跟美军交流 美舰呢 发现是和俄罗斯舰艇编队一起在太平洋公海巡航 这是公开巡路啊 要知道啊 这次得感谢俄罗斯啊 因为这是中国海警首次进北冰洋 俄罗斯海军是给中国带路的 这里边挺有意思 俄罗斯海军是帮助中国在这个方向 让你了解这个水域的水文环境 俄罗斯也非常清楚的自己无力在这儿应对了 就中俄以后的北极航道 必须得指望着中国海警啊 才有个长期巡航了 俄罗斯也会 但是他因为这个海军能力啊 造舰能力弱 他只能是依靠中国来保护 那给咱们带路 以后咱们经常要走一走了 对吧 那当然这个我们中国未来的游客 也会经常到这一区走一走了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啊 向北啊 这个区域绝对是神秘的啊 而且非常广旺啊 那个那个海景是你任何这个啊 采什么啊 有人说这个各种各样这个啊 美景 那你你这个神秘神秘的地带 你是你一般没有钱 你是见不到的啊 俄罗斯都是大富豪啊 这大寡刀才去的啊 请一些欧洲的顶级的这些这个富豪 也是啊 秘密的就去啊 这个区域 俄罗斯这个故意啊 这个实际啊 故意的在给中国带路 实际对美国也是一种喊话 五角大楼当然知道中俄这什么意思 那既然台湾海峡对吧 你要巡航 那我当然可以去阿拉斯加转一转 其实这次中国组团实际选择就是中东紧张的时候 打你个美国措耳不计 美国两航母正在中东啊 它航母明显处于不够状态 中国这么干实际就是增强反霸权的一个信心 尤其是在10月份集装即将开始这个这个10月份的这个军伦峰会 实际有人说呢 相当于这个提醒美国嘛 让你积极备战嘛 这个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这个弗兰凯蒂不公开表示吗 2027年和解放军要摊牌吗 他建议美军80%地面部队啊 包括这个海上部队空中部队要开始准备战斗了 那他听起来啊 这个忧患意识挺强 但是迫于他现在有债务危机啊 包括一系列的这个和中国的军备竞赛啊 一系列的这个花钱的地方太多 那这些数据他从没展示过 中国造舰能力是美国的200倍啊 就说一旦开战 美国是全军覆没 而且要再造就得200年 再造现在这个这些舰艇就得200年 他如果中国拼的话 但中国用不着200年 我们造舰能力在那 所以美国人可能就是 他要跟中国拼 那就是赌200年国运啊 200年都不一定造出来 到时候美国人被人当殖民地啊 那是板上钉钉的啊 大英帝国又回去了 黑人也是 我非洲这帮人 你没准美国变成非洲殖民的样子 有多少黑黑人呢 对吧 所以美国变成非洲殖民地都不是不可能啊 就是一旦他海军没霸权了 想想这个道理吧 所以美高层也要提心吊胆 他现在就是不想跟中国啊搞出这个 他实际恐吓中国 我当然摸一下你老虎屁股了啊 到底能不能恐吓我啊 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中东啊 包括那 这个乌克兰战争 是吧 这能够平稳 不要让我过度费心 然后呢 我立刻在朝鲜半岛啊 在这个潭海啊 和你中国来决战 就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 而且这个决战也是让自己的朋友顶在前面 不让自己顶在前面 就学乌克兰那个那个模式啊 咱们说这种 这种这种想法太简然太幼稚 太天真嘛 咱不说这个东北亚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抗衡啊 咱就说美国人现在啊 他连这个北冰洋 他都没有船去跟啊 按理说你的海景应该上 他他没有船去跟啊 另外呢 咱们说啊 中国到底谁说算啊 就是美国人一定会说 海外亨国党一定会说这个问题 那既然你们两个组团了吗 那北冰洋到底谁说算 到这个份上 普京也是公开了啊 你看现在普京压力是多方面的啊 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已经正式就任这个新的秘书长了 前任的秘书长斯隆贝格是强硬派 但这个人是务实派 他更难对付 他上台以后强调两点 一个是现在乌克兰战场是很不容易 很艰难 同时他重申北约会对乌克兰援助到底 俄罗斯压力巨大 普京呢 要耗费国力 跟北约在这抗 相对来说呢 德国方面已经是有议员提出要修复北西管道了 重新考虑俄罗斯的关系了 就是法国方面 马克龙已经提醒 说 要实现一种新秩序 你看 就说整个的欧洲和整个的这个 北半球再往北的这个 北极区域正在大的变化 同时前线俄军正在厮杀 这种状态下 你说普京 邀请中国在北极 我给你带路 实际干什么 实际 就是中俄之间各种问题 西方现在挑拨 我要告诉你西方 我和中国之间没有问题 尤其是谁当领导人 这个就是俄罗斯 现在 有人说这个西方 现在放出话 是俄罗斯变成中国殖民地 所以西方借这个北极巡航 炒作中国之间谁是老大 他们炒吗 俄罗斯的经济全部依赖中国 中国高层一个电话 就能让普京 是战是和 俄罗斯降低中国的 为了降低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对他俄罗斯的影响力 所以必须要和印度搞关系 要制衡中国 这是他们的放的话 对吧 包括普京为了讨好中国 甚至把远东 对吧 大部分领导要出卖给中国 对吧 这都是现在西方炒的 这些归根结底 其实还是什么 还是西方在分裂中国 这个时候突然我们的 北极的巡航 俄罗斯驻中国的大使叫 穆尔古洛夫 他回答了 他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从来就没有主和从的关系 从来没有 他讲的非常明白了 两国一直考虑彼此的利益 他说49年新中国成立后 第二天苏联就与中国建交了 此后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援助 但他也没有回避中国之间历史问题 特别提到了后来的交恶期 让俄罗斯后来吸引很多教训 80年代末 两国开始建立更务实的关系 就是普京高层已经是看得很清楚 就是一些历史问题 包括现状 他看得很清楚 就是对中国 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 他不会提的不切实际 什么什么主和从 对吧 让中国出兵 让中国提供武器 让中国提供援助 这个东西肯定不会提的 他非常清楚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是互利的 那就是说打破了西方的这种 信息的这种螺旋 让俄罗斯人 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恐惧 等于是把自己的矛头 从西方转向东方了 咱们要看 现在中俄之间 这种北平安的巡航 实际是整个西方最害怕的 俄罗斯矛头一直指向西方 他们一直希望让俄罗斯 这双头鹰能够向东看 现在看 俄罗斯现在普京在 这个清醒 还是十分清醒的 中俄之间千千邻居 这个本质上 是邻居关系 邻居关系就互利互惠 没有谁主和从的关系 最后再补充一个细节 俄军的战机 闯了北美防攻识别区 然后苏35侧身掠过美战机 F-16差点被掀掀 这个镜头我看了 当时我看了以后 再结合咱们战略巡航 对吧 在北平安巡航 你们看 俄罗斯一直在配合 中国之间在北极是有共同力的 要把这条航道打通 而美国现在变成中俄 就共同的这个对抗方向 俄罗斯派的图旧 NS战略轰炸机和解放军的 这个空溜 组成这个空中编队 巡航阿拉斯加之一带 整个行动中也是 中国第八次空中巡航一步 不过俄军与中国进行联合巡航 是少数 更多是他自己单独巡航 所以之前那个巡航之后 俄罗斯是单独巡航 而且这次配合中国海警巡航 那就是我们海空联合巡航 图旧5 MS和F-16交锋 当然这个编队使用的重型战机 苏30MS SM和这个苏35护航 那这次苏35 它是具备空中射无能力的 所以这个 经常是配合的图旧5进行远程机动 包括这次一架F-16战斗机 试图对图旧5进行拦截 俄军发泄意图之后 迅速让苏35潜出 然后呢 做这个叫不安全且不专业拦截方式 差点被掀翻 重型战机对这个中型战机完全是碾压 这个大车在你车旁边一过 你都是胆突的 高速从一架F-16身旁掠过 而且据说这个F-16整个画面显示它进行横插 F-16这个两台 就是这个 F-16 不是歼35 是苏35的两台发动机 巨大的尾流 瞬间导致F-16的整个姿态发生抖动 然后呢 整架F-16已经出现侧倾 这个时候美军发现不能再打了 立刻回 这个美军说这是一种危险做法 F-16战机因为这个尾流 差点能造成这个疾会人亡 这事也说明这个美军飞远 从来对俄军来说从来都是胆 胆小的 他没有胆大的时候 就是俄军飞行员的整个飞行风格 美国人是非常害怕的 也展现了他这个能力强 他敢做这个动作 对吧 证明他这个勇 对吧 如果是整个的测清过程中 他这个冲过去过程中 稍微有一点刮蹭 他就回不去了 连苏35飞行员也回不去了 所以整个的这个在阿拉斯加美军的F-16 是他一个支撑 这支部队两个之间平时就这么斗 在真正实战的时候 俄军飞行员对美军飞行员是完全有心理优势的 我经常玩你 对吧 斗你 所以想想美军经常是在这看到俄军 俄军已经对美军在阿拉斯加这个北美形成这种 就整个北美就形成这个心理优势 我们未来的飞行员如果在这和俄罗斯一起跟美军缠斗 我们飞行员是不是也培养出了和美军飞行员直接这种心理优势 现在看我们这个歼35也不排除我们歼35重型双发 未来也可以去阿拉斯加